裁缝的报应 有个犹太人,一天他身上只有八分钱了。 在路上他碰到了一个小裁缝。 这个小裁缝四处找活干,却一件也没找着,已经穷得叮当响了。 小裁缝看这个犹太人衣着光鲜,认为犹太人身上肯定有很多的钱,就胸向壁露,对犹太人说。 嘿,要钱还是要命。 犹太人说。 我哪有什么钱呢,只剩八分钱了。 小裁缝哪里肯信,把犹太人痛打了一顿,打得犹太人奄奄一息。 最后,犹太人对小裁缝说。 天上的太阳会揭露你杀了我的真相的。 说完,犹太人就死了。 小裁缝搜遍了犹太人的身上,只发现了八分钱。 犹太人果然没有撒谎。 他把犹太人的尸体藏到了一层树后面,又继续找活干。 后来,他终于在一个小镇上找到了一份工作。 主人家还有位小姐,小裁缝爱上了他,与他结了婚。 他们的婚姻生活倒还很美满幸福。 一天早上,小裁缝,哦不,应该叫老裁缝了,因为时间呀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再说,老裁缝坐在窗前的桌子旁。 他的妻子给端来了咖啡。 当老裁缝把咖啡倒进杯子里,正准备要喝的时候,太阳光照在了咖啡上。 反射光投影在墙上,形成了一个个圆圈。 老裁缝抬起了头,大吃一惊。 哦,太阳真样揭露真相了。 她的妻子就问了,哎,你的话是什么意思呀? 老裁缝回答说,我怎么能告诉你? 但是,她的妻子却说,如果你爱我就该告诉我。 然后,就缠着她叫她告诉她。 后来,老裁缝只得告诉妻子,许多年前,她为了生计到处奔波,碰到一位犹太人,就抢劫了她。 犹太人在垂死前说,天上的太阳会揭露你杀了我的真相的。 讲完后,老裁缝一再要求妻子不要讲出去,否则,她的小命就没了。 妻子答应了。 可是,她的妻子后来还是给她的一个好朋友说了。 不到三天,裁缝很多年前杀了这个犹太人的事情,就在整个小镇传遍了。 法官知道后,把裁缝带到了法院。 老裁缝终于得到了她应有的惩罚。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